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每个公众场合它都有那个酒精消毒剂 你都可以喷一下手 反正让自己保护好自己 那这个社区呢是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 在这边你看到的场地里面 我们每天早上就有大概五十多位的长辈 就连满六十五岁会到我们的关怀据点 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 廖国志是位乐观开朗的里长博 对于服务箱里的工作尝试不遗余力 这边是我海光里的办公处 正常里长的办公处都会设在活动中心 那我们的活动中心离这比较远 后来我们就考量说为了服务里面的方便 所以就把我的里长办公室 就没有设在活动中心 就设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晚上有时候三四点狗在叫 吵到邻居没办法睡 他还是打电话来找里长帮忙 说因为我们有狗在那边叫啊怎么办 人家说台语说欢喜是甘愿受 所以我们也是要去努力去处理这些问题 在从事里长之前 廖国志曾经营电脑公司获利丰厚 却因少年得志 想借由投资期货快速赚取暴利 却没料到一夜之间负债三千万 此外 女儿两岁时 结患有严重的癫症 太太宗翠明除了照顾孩子 更要与先生面对庞大的债务 甚至是黑道的威胁 看似即将倾倒的家庭 却在亲人传递福音后 让濒临绝境的夫妻 看见黑暗里的曙光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我是一位李丁北 他其实很会做生意 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做生意做买卖 然后成绩也不错 可是太想赚钱了 后来变成投资失利 一下子就负责好几千万 紧接着孩子又出现了身体上的状况 严重的癫症 生活就是非常多的挫折接踵而来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见证 欢迎我们的李丁北 却志哥你好 你好 太太村民也一起来我们现场 欢迎你 想要做李丁北是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 那时候牧师在正道的时候 他有鼓励 就说我们基督徒知道政治是一个黑朝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注入侵权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说好啊 因为我在台北工作 所以我就说假如我回来高雄 回来我就来选李丁好了 那只是跟神立个约 我个人会觉得他像是个开玩笑的立约 结果没想到 在我爸那个年代 就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 我爸因为会写中文 会写国语 所以那时候有帮朋友写了那个 应该说大字报吧 后来就被抓去关 被抓去关因为我们家很穷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钱去保释 然后家里经济发生困难 当时我妈就去跟当时的保证 台语叫保证 保证就是现在的里长 就没有钱嘛 孩子没办法养活 所以那时候就跟里长借钱 所以那时候里长那个保证 就是有提供财务资源 让我妈可以买米养活我们这几个孩子 所以我当选里长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讲 她就跟我讲说 以前你们小孩的时候 有成绩受过这样子的帮忙 所以说你当了里长以后 你就一定要做好里长 然后来造福乡里这样 所以我原来说 原来好像冥冥之中 就有这样一个祝福在当中 所以后来就能够顺利的当选 那当然这过程也都是一个奇迹的祝福 我讲到你们家小时候 听起来是蛮有故事的 你家里几个孩子啊 我家里我是老姚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我们家里应该这么讲 就台湾早期都算是贫穷的孩子 那我小时候大概一天 大概只能吃两餐 因为我们小时候穷 所以以前我们是没有厨房的 我们在小时候我们的厨房就是广场 然后就以前拿那个火炉 火炉到广场里面去生火 然后剪木材 那时候没有纸 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纸 所以那时候都剪稻草来生火 可是小朋友不懂得看那个风向 所以我们就用稻草去点火 点火以后就完全冒烟 就熏的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记得说 那时候我是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很呛啊 所以说你就知道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 辛苦的环境 所以也是造成说 我后来会很想赚钱的原因 那家里头的气氛 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互动的关系 会因为就是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差 然后会气氛比较紧张吗 还是怎么样 也还好 应该这么讲 那时候应该也是安平吧 就是对贫穷 我们好像也是能够接受 只是我慢慢长大 慢慢懂事之后 就会觉得说贫穷 好像对我来讲很难过 因为我看到我的同学 他们的家庭的环境都不错 那为什么我们家是 尤其我小时候 我们是大地屌 我们的隔壁就是养猪养牛 那我们家就是一个榻榻米 榻榻米床 然后全家都 都睡在一张床上这样子 所以我国中毕业 虽然我成绩还算不错 在最后一次的月考 我还考全校第一名 然后老师一直觉得 你应该要继续念书 对 为什么不继续升学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 心里面就一个很想 减轻家里的负担 所以我国中毕业 我就去报考军校 后来毕了业后 就留在学校当教官 可是因为 我刚才讲因为 小时候很穷 所以那时候有能力的时候 就很想说 让家里脱贫 可不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我想那时候 大家很多人都想 军人没办法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 在外面有投资 做电脑生意 开始做一点生意 那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 就我同学 他的男朋友 刚好是他同学 军校的同学 军校的同学 对 所以认识的时候 还在读军校吗 还是已经毕业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 航法中心当担任教官了 在台中担任教官了 那时候对这个男生的印象怎么样 他就是 他是很主动 很积极 很乐观 然后 就是很 无可救药的自信 无可救药的自信 对 然后他面对问题 他就会 想要去想办法解决 然后常常也是很无厘头的搞笑 你觉得他很搞笑 对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我爸爸是军人 对 那 我妈妈她是 就是家庭主妇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国志 因为他的个性是 刚好是我所没有的 所以是我很欣赏他 那你们认识 送你已经开始在做 刚开始是电脑生意是不是 对 那时候 已经开始要做电脑生意了 对 那时候大学很喜欢玩那个游戏 那时候我就可能美国进口了一些光碟的游戏光碟片 然后就给他们 那他们来 只要来 我就送他一片 这个外国的进口的光碟片 那个游戏光碟片 然后学生一定很喜欢 送的一定开心 结果因为他们一打起来 就发觉自己的RAM不够 自己的CPU太LOW 动得不够快 会卡住 对 然后就常常就半夜就要跑来 就要升级RAM 好有 好有生意头脑 对 后来我们那个公主生活就讲说 晚上半夜都会来 干脆我们就开一家7-11好了 24小时 然后我们那时候公主是那种年轻 所以我们晚上 反正大家一票子都是年轻的小伙伴 就变成你们聚会的那种聚会点了 对 就是大家都聚在那边 搞成24小时 所以后来生意就慢慢起色 然后真的抓到那个所谓的生意的窍诀 然后后来我又参加那个我们的资讯展 实际上我很喜欢参加资讯展 资讯展是一下子大量的客户进来 那我那时候的竞争车 所以我那时候是连强科技的西屯区的 算是总代理 总经销 我那时候一个月的营额 大概可以达五百万左右 那很快的 因为你一直很想要赚钱 很快的这个就可以帮助到家里的经济了 对 那时候像我后来就买一台便利 送我太太 我自己看那当时的很有名的大水牛 这些S320 冰是S320 反正我们出去就看起来就是光鲜耀眼 对对对 好像配合到自己以前想要脱贫那种概念 这样上次我的桌机故障了 之前我在公司里面 我们自己就是卖电脑的组装 所以我大概一些软体的设定 大概都还有概念 就把以前的卖电脑的专业能力再拿回来 抢救自己的桌机的档案 原本是职业军人的廖国志 有份稳定的收入 但是为摆脱贫穷 给父母家庭更优渥的生活 服役年满后便退伍 专心从商 只是没想到原本经商顺利 却因投资期货而使自己债台高足 那时候因为他本身就是给我感觉那种 很爽朗很乐观的人 就算天塌下来了 他还是笑笑的 当被盖一样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 有点 我是有点脑袋袖斗的说 你这么大的问题没办法处理好 那别人怎么帮忙 帮不上忙 但是你还笑笑的 我就觉得那真是佩服 他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 那我那时候借他房子 也没有跟他太多的接触 都是透过我太太的传达 我说那就去住吧 钥匙交给他 我的妹夫他是一个比较财大气出的人 毕竟算年轻人嘛 所以从突然这样子一下变成那样 然后又躲在 然后又黑道瑕疵我妹妹 其实我心里面心情一定是非常难受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妹妹其实是一个蛮硬的人 她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 她就是都放在心里面 只是会跟我说一些 但是她 我跟她因为有一些年龄的差距 所以她也是点到为止 那个时候的时候她也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们看到她这样子 不容易了 因为一路走过来 然后还好因为我们是住在娘家 所以还好有我母亲的照顾 你那时候是做什么样的投资 当时就有一个朋友 她是从香港来的 刚开始我是有投资买股票 买股票 股票刚好也赚了一点点钱 然后觉得用钱赚钱 好像又很轻松 又不用那么拼命 二十秒在那边熬 熬着开电脑公司这样 后来她就介绍我玩另外一个 就说因为我们的资金不是够大 然后介绍我玩起货 那时候年轻人也是写去方刚 所以那时候也想拼 然后刚开始真的 我在台营的我的存折里面都有 一个月赚两百多万 一个月啊 对 那时候就心就很大很野 就想说我这辈子就这样拼过去 所以那时候就大量的 包括募资 募资算是 募资 它算是入股 它算入股 对 入股的方式 然后后来募了很多钱 然后就开公司 然后开始做起货操盘 可是就一夜之间 因为法郎大跌 八百多点 当那个晚上的时候 我的经理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坦白讲那时候还在酒店 所以那时候也过着 真的有点迷烂的生活 可是一接到那电话的时候 我突然脑袋一片空白 你知道吗 因为从来没有遇过嘛 第一次遇到 然后那时候是先亏两千多万 账面已经两千多万了 然后他问我要怎么办 实际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正常的话应该可能就砍 砍了 砍了 砍了就马上两千多万就不见了 对 那时候就还没办法做决定 就稍微再看一下 看一下不看没事 一看又一千多万又不见了 所以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香港公司通知我要断头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亏了三千多万 我的margin不够了 我的margin不够 所以那时候就被砍仓 他们就讲说起货就是要砍仓 砍仓之后结算 我就是亏损三千多万 亏损三千多万就 因为当时也有承诺一些客户 是不赔损的 不亏损的 所以这些客户当发现说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就要求把他们的本金 还给他们 对 那当然我们已经没那么多钱了 没那么多钱就变成 就被追债了 那当时我就开本票出去 承诺说这个债我会 我会帮你处理掉 这里面有黑洞吗 对 因为本票开出去了 那以客户的心态就是这样 希望把钱追回来 就用尽各种方法 所以当时黑道 他们就找了黑道 那刚开始还不错 刚开始还对蛮领域 因为我开出的时候蛮大条的 本票都是两三百万在开 所以来的时候 第一次 我印象里面第一次 开着宾四次来接我去聊天 喝茶 第二次开着Jaga 第三次开着B&W 第四次来的是年轻的小弟逃 来来找我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当小孩子出来 他说小孩 叫小孩出来处理 这部的顺务 就比较危险了 他说因为刚开始都是大哥 因为账都很大 两三百万都找大哥出来 所以大哥他们都很有理 都很蛮客气的跟你谈 他说小朋友出来 就是想不管多少 他就要拉到钱 没拉到钱 他当天就 他回去可以把他交财 对 就办改 应该说就做白工 对他们出来就是 有拿到钱 他们就可以吃吃喝喝 做白工这些小朋友 可能就会有一些 会对你那么客气 对 所以我朋友就叫我要跑路 他说你再不跑 可能这些小朋友 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的行为 你在外面这些事情 做太太的那时候知道吗 其实一般 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医院上班 我就觉得说我就上我的班 然后他就做他的工作 所以其实 我不会去管他一些事业上面的 这些事情 那到他负债的状况 那时候知道了吧 对 后来他有跟我讲 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因为已经怀孕 那我觉得说为母者强 讨债的跟一些黑道的 他就来我医院 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还有我住的地方 来找果汁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边 这样 然后他们甚至也是有打电话 因为那时候还有电话打入机 就听到一些恐吓的 恐吓的一些言语这样子 但是我想就是 我就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 然后保护我的孩子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碰到小弟来 然后你朋友跟你讲说 这样子就比较危险 对 那时候当然就一定要离开嘛 那时候我也谢谢啦 就我太太的姐夫 那他在高雄小港有买一个房子 然后他那时候就提供四楼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住不起房子嘛 那时候因为不懂得怎么处理债务 所以把自己的家产 把我车都卖掉 先还了大概一千万 但是后面两千万还是要再要 没有钱我只好 那时候就只能跑路生活嘛 心情呢 坦白讲那时候我真的 当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我都躲在棉被里面哭啦 然后那时候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那是一场梦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说 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真的是很难过 尤其那时候我知道我太太怀孕 我真的心里很难过 也对不起她 可是每次我把棉被打开 眼睛一睁开 天啊 真的是这样 还是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它不是一场梦 它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去 那那时候还好 或许我还是一个军人的骨气啦 就说 有人问我说 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自杀 我说真的我没有想过 我只是不甘心说 我廖国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我就 大概吃了将近半年的泡面 所以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 以后假如我真的这个往生之后 我搞不好会变成木来一点 因为孩子他因为有癫痫状况 所以他常常会有一些吵闹的行为 那时候我就很容易发脾气 夫妻之间争吵就难免 但是我那时候我坚持 我并没有考虑过离婚的样子 因为我蛮珍惜婚姻的 事实上我很爱他 那当然我也爱我的家庭 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有这种责任感 是 在先生负债千万的时候 钟翠明依然从事护理师的工作 守护家庭照顾女儿 虽然夫妻分隔两地 但彼此为了守住家园 都坚强勇敢的面对 那时候廖国志又在台北 或者是跑路那阶段 所以对小崔来说那种压力很大 所以就看着他就这样吃也吃不下 然后这样日见小手 我妹妹她又是护士 护士又要轮班 然后就变我妈或者是我 放假的时候 就能够尽量帮忙就去帮忙 去陪伴就是陪伴 尤其是常常是在过年的时候 很奇怪 不然他的病发就常常是在冬天 过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在团圆 可是他们确实只能是在医院度过 那时候就觉得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 一家之主弟兄他的一个承担力 他不放弃任何的一个困境 不然一般的人碰到那么大笔的一个负债 有可能是一走了之 但是后来了解他跟他妻子的关系 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比庞大的债务来分离 而且他家里面有一个小孩 身体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困难 他不仅陪伴他的小孩 最主要跟他妻子一起面对 我这一点让我们大家都很感动 常常就听到我小姨一直跟我说 雷哥帮我们加祷告 然后有他什么需要 我就说那你什么需要你跟我讲 我就为你们祷告 我也只能用祷告来拖住他这些问题 然后也看到他积极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再来做直销也好 还是保险也好 做任何的工作 好像他都没有难事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了不起 把天塌的当被盖 就是这么形容 那后来这债务怎么处理的 我很谢谢就是 后来我去应征一家公司 然后它是气管顾问公司 然后里面的负责人 当时的南区的负责人 事实上他后来他讲说 他敢用我是用我一个没有退路的人 他说我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人 他只能往前冲 那所以他就说就用我 可是那时候为了要领薪水 我不能用我的名字报劳保 所以我改名 我改名叫陈薇 廖国志就改成叫陈薇 所以我的后来 姓都改了 对 但是姓是我妈妈的 所以还好我无点父母来 就说我虽然没用爸爸 但是我还是用妈妈的 所以我那时候用妈妈的姓 我妈妈姓陈 所以我叫陈薇 后来我就当然就很努力做业务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退路 只是我真的不甘心 所以我很认真 很认真我就很快的 业绩也是等于全公司最好 然后很快我就升到经理 然后又升到副总经理 就是地方分公司的最高主管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总经理 我们公司的台北总公司的总经理 是当时是一个立法委员 那也是很有诠释 后来他知道我的状况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 我的本名叫廖国志 他说以后你改回来 你就叫廖国志 你是我的兄弟 有什么事情 找我就是 我这边处理 然后有当时我就 他就觉得 我又觉得他叫做我的贵人 是我的大哥 有人照我们就不怕了 所以自从他就在公众场合 跟公司的员工 讲我的状况之后 然后就那一天 我就开始正式改名 就把名字再改回来 改回来 我那时候最有印象 就是因为我名片突然 从陈薇变成廖国志 然后有很多客户 还有一些往来人 突然之间没有办法 突然我妹妹都傻嫩了 对 怎么突然 都突然变了一个名字了 对 而且迥然 又迥然不同 有的时候 你有种人廖国志 他改成叫廖威或者OK 可是我怎么从 从一位成为又变成 都说什么别姓都不一样 这样有点吓到 后来总公司也蛮赏识 我就使用我 然后让我到台北去 接总公司的执行副总 然后后来又留在台北 那时候你们就又一起了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都是分离了 那时候你是住在 那时候因为我台中的合约到了 我就回来就住在我娘家 是在 高雄 高雄 对 因为反正你在高雄 你变成在台北了 是 然后女儿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 大概两岁多的时候 所以原来是 你带女儿在高雄这样子 然后先生就看在哪边工作 这样到处跑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 你就接到电话说 女儿有状况 是 对 他两岁的时候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也是在上班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 采荣他怎么就发烧 然后就抽筋这样子 那后来其实医生他诊断说是热性筋软 那想说应该还好 退烧了应该就没事 后来之后他就常常反复是这样子 后来医生就诊断说他是癫痫 因为他的癫痫是会重复性的发作 对 所以他医生诊断就变成是重机型的癫痫 重机型 对 就是他只要一发作就属于那种大发作的 就是突然就毫无预警 就是突然就倒下来 然后就口吐白沫 然后就眼睛上掉 然后整个就停止呼吸 可能就两分多钟这样子 那你原来就是护理相关背景的在医院工作嘛 是 即使有你这样的背景 你看到孩子这样的时候 你处理得来吗 就是知道怎样做紧急的处理 就是赶快把他送到医院的急诊室 然后之后呢就一定他就赶快转售到加奥病房 对 那等加奥加奥病房 他比较稳定了之后 他再转到普通病房 可是就会变成来来回好几次这样子 对 那你做爸爸得看到女儿这样子 当然是很难过啦 因为看到自己孩子是这样子 那但是事情也都发生 那后来就跟我们老板就寝室 因为当时他的状况 孩子的状况很严重 所以我就寝室回到高雄家 来一起照顾孩子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回家 谁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碰过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点忙不过来 孩子临时出状况 只有你一个人在 然后你也有点很无助的那种 他后来就是慢慢长大了 就是在学校读书 所以只要就是说他一离开我的视线 那我上班的时候 我都会很怕接到父母亲 或者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是安亲班老师的电话打给我 因为只要他打给我的话 就可能就是采荣他在他的状况不好了 他就会说可能采荣在学校就突然发作了 就偏着说我要赶快请假 因为他发作其实都没有征兆的 对 那时候就是我已经怀老二了 那有一次采荣他就是感冒 那我就想说我要带他 我带他去诊所看病 然后就坐到在电梯里面 他就突然毫无预警 就突然就倒地 然后整个就大发作 那那时候好在就是有人进来电梯 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帮我按电梯 然后到我们住的那个楼层 之后我把他就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肚子已经蛮大了 我就把他抱起来 然后就赶快就是把他抱到 回到房间放到床上之后 赶快打119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我知道说 当他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必须要坚强起来 因为他还那么小 我能够来保护他 所以我就想 我就不会想到很多的东西 我就觉得把一切都给他扛起来 其实这样的生活压力是很大的 这种生活压力会影响到 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吗 那段时间你们自己的关系 大概怎么样 其实我们常常会因为债务 这些卡债或者钱财的关系 还有加上后来采荣长期生病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我们会吵架 我的这些事情 大部分我都不会跟外人讲 因为人家说家丑不外养 那我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所以我大部分我都是跟我姐姐说 太太经历的这些 有些也是 你看包含像债务的问题 可能也是从你这边承受到压力 你自己当时的心情状况 大概怎么样 事实上因为我个人是军人 因为当了十几年的军人 那我个性也算比较刚强 也比较硬 应该这么讲 所以我觉得承受这些压力 对我来讲就是任命 任命 然后我就是反正就积极努力 看能不能拼过来这样打拼 可是压力就是压力 它总是存在的 那所以我每次回家 坦白讲我蛮对不起我太太的 因为事实上她五天承受这些压力 可是我六日回来 那当然很容易就起口角 因为事实上两个都压力很大 对 那所以孩子一生病或者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太懂 因为孩子他因为有癫痫状况 所以孩子的自控能力比较弱 所以他常常会有一些吵闹的行为 那所以我就很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 那当然夫妻之间争吵就难免 所以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我那时候我坚持 我并没有考虑过离婚的 因为我蛮珍惜婚姻的 事实上我很爱她 那当然我也爱我的家庭 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有这种责任感 所以但是我坦白讲 真的压力很大 就觉得有时候真的感觉 快被压垮崩溃的感觉 只是我还觉得就是军人特质 还是要撑下去 还是要撑住这样子 廖国志与钟翠明长期处在经济 以及女儿病痛的压力下 精神情绪都出现问题 甚至被医生诊断有忧郁的状况 然而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在亲姐姐的带领下接触到福音 让他们的生命得以转变 说明他是情绪消 就是他自己先处理了他的情绪 然后他才会跟我分享 然后才会跟我说 请我为他祷告 然后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没有做什么 我就觉得 倾听跟陪伴 对就是他需要的是一个倾听 因为倾听当中其实他就可以感受到爱 有人了解我 有人能够接纳我 有人能够懂我在说什么 国志他其实是 什么都拜的啦 什么紫水晶 什么水晶 然后走到哪里都要看风水 还有罗盘之类你知道吧 很好笑 但是他又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其实人都跑光了 事态炎良都跑光了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陌生人 还有我们的那时候是宗传道 对啊 几乎都会过来为他们祝福祷告 对啊 心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受感动 然后也很舒服嘛 对啊 也很开心 然后就好像就 那个时候灵阳堂就有一个机会要受洗 对啊 又受洗 他们这时候就觉知受洗 有几次 他真的很想把他女儿子一起带走 我讲到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为他难过 因为我们家中没有这种小孩 很难切身了解到那种真实的那种痛 那身为父亲他 愿意就是这样陪伴他 后来有一次 有一次好像在一个 某种的一个医治的一个情况 那次之后就大家觉得说 奇怪怎么很久都没有在听他这么讲 就得医治 得医治以至于他就更加对教会的尾声 他觉得说 神医治他女儿 后来是因为姐姐的关系 带你们进到教会的嘛 姐姐一刚开始是怎么样 他怎么样去安慰你们吗 还是一开始就说走 我带你去教会吗 他就是会利用 比如说中秋节 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 就教会有一些活动 然后他就邀请我带着采荣过去 这样子 那我当时我就觉得说 那边的 那边的人他们都很亲切 然后都很和善 很好相处这样子 然后那边有的吃也有的玩 然后也可以拿礼物 然后觉得采荣他也很高兴 但是我觉得就是 每次当唱诗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就是 就整个热泪盈眶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 心里面的那个苦那个痛 好像在那个当中我就觉得被了解 然后被包容 但是因为我 我的个 我还是很装作很坚强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会让人家看到 其实我是流眼的 就马上把眼泪往肚子里面吞这样子 然后又若无其事的 又回到了家里面 那是怎么样才开始说 觉得不大一样 我想要接受这个信仰 就是说我女儿一样又发病了 又发病了又住院 然后她姐姐的保姆 也是我们基督徒 然后就介绍我们现在 凤山火群娘堂的牧师 那时候带了三个姐妹 来医院探访我们 因为我女儿很可爱 可是在床上 那种插了很多管 这样看了也不忍心 然后就突然讲说 那我们回去 我们三个帮你的女儿 禁食祷告三天 求上帝来医治她 然后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什么叫禁食 禁食祷告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问她姐姐说 禁食祷告是什么意思 然后她姐姐就告诉我们说 这三个姐妹 她有那个感动 她们要透过三天不吃饭 就二三天肚子 然后来求我们的神 来医治采荣这样子 然后那我说一听 我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我说要为我的孩子 二三天肚子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为了孩子 然后去二三天肚子 他们为什么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开始第一次 有对基督徒有那种感动 就说他们怎么愿意这么爱人 愿意付出这样的行动 后来我孩子一样正常 就是说后来也是 就控制下来之后就出院 出院 文明传道 当时就邀请我们到教会 我特别印象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进去 然后刚开始唱四歌 然后唱歌 感觉很热情 然后唱到 比较舒压的静态的四歌的时候 我就看他就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在旁边哭 我那时候自己就想说 当然我们男人嘛 好像比较理解 我说这四歌是还蛮好听 可是 也不要哭成这样 对 所以我说 然后但是就从那一次之后 他回来 我就问他说 你今天怎么会哭成这样 他就说他在那边 就完全不用隐藏自己 然后感觉就很放心 可以把自己的情绪 完全在教会环境里面 抒发出来 那后来我们就接受邀请 我们就持续的到教会去 同一年94年828 我们就受邀请去受洗 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就同时 那你们怎么就愿意吗 对 我们就愿意 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们在教会有个家庭 的绑壁可以支持我们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 就同时828我们就受洗了 那孩子后来的状况 有怎么样不一样吗 都在春节的时候 我女儿会发病 所以那里面的护士 已经跟我们 陪着我们过年过8年 我说我 年夜饭都在里面吃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 说我陪你们过年过8年 那后来95年的时候 我女儿没有发病 可是我们不知道 感谢上帝 可是到了3月 我女儿突然又发作了 那我们那时候想 可能过年期间没发作 这时候发作 应该算还ok这样 应该算no more这样 正常会发生的 可是到6月她又发作 到了10月 10月底的时候 她又发作 第三次发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快疯了 因为以前一年来一次大把作 可能时间大概两个礼拜时间这样 就是进教育病房 转普通病房出院 可是我们95年 就连续三次 到了10月 我女儿就住院的时候 然后到10 到那时候 医生来控制那个药物 都没办法控制 我女儿停止抽筋 她大概一个多小时 就会再抽一次 那真的抽到我那时候 整个人都快抓狂 我已经快受不了 那时候 我就那时候 就 就说 我能够取代我女儿 就 就让我把这病 转给我的吧 真的我看她真的 我甚至想说 假如说要这么 让她这么痛苦 不如让她就死了吧 嗯 要不然我觉得她的 这辈子这样子 一直再抽下去 那还得了 可是 我记得那一个 是礼拜六的晚上 我那时候 心里就 开始埋怨神 我说 受洗了一年多 我女儿变成更严重 然后我就 就 开始抱怨神 那好像 好像姓错了 这样子 可是 那后来 在那个时间 我太太晚上的时候 因为晚上我顾着我女儿 她拿了一本 加利利的这个 神医治的 一本手册 这见证集 到里面有一个 一个妈妈 带着脑水肿的孩子 持续的一年多 一直追寻着 在医治特会里面 为着孩子 带着她去 接受神的医治 然后她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心里突然就 就 就一个好像自己在 认罪自己 说我受洗了一年多 我好像从来没有对神 这么有信心 我不像里面的妈妈 相信神会医治 相信神她会医治 医治她的孩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这一点的时候 我整个心里就非常难过 好像那个 认罪的感觉起来 然后我就跪下来 我就跟神说 我就跟神说 对不起 其实我错了 受洗这一段时间 我并没有对你这么有信心 应该说我从来没有说 我相信神会医治我的孩子 我其实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信心 对 然后就 所以我那时候就跪下来祷告 跪下来跟神认罪 然后我就看你 我那时候住的是八楼 儿童长 那个儿童 儿童医院的八楼的病房 对 长庚儿童医院的八楼的病房 突然就看到从窗外就一阵光进来 然后那一阵光进来 那是晚上吗 对 晚上的时候 然后光就照进来 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有一股温暖 因为那时候已经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了 那时候突然天气蛮冷的 突然就那个温暖的感觉 就到我身上来 然后我隔一天就跟我太太讲 隔一天早上 礼拜天早上 我就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情 我太太说对啊 那他说你是家里的头 你是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人 你对神有信心 你跟神的祷告 神一定会吹听 所以我就那一天 我们就开始带着我太太祷告 然后下午的时间 我们的牧师 安城牧师 就过来探访我们 然后他讲说 他前几天是在台北受训 受那个医治的特会的装备 所以他下午就来看我女儿 然后他就帮我女儿 他有带着他特会的高友 来帮我女儿抹头 然后按手祷告 可是他在帮我女儿 做按手祷告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安城牧师 整个人都是光 整个光 然后我就跪下来 然后我就跪下来 我觉得 我觉得就好像神来了 这样耶稣来了 然后我就跪下来 然后安城牧师 帮我女儿按手祷告之后 我女儿从此 就没有再发作了 这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英国95年到现在 我女儿的癫痫 就没有再发作过 对 所以我那时候 就感谢主 神医治了我们 因为他坐到后面 就一直念 都是你害我 你看我要迟到了 你整天一直吵 一直吵 我就跟你讲我要上学 你干嘛还在那边骂我 还是你念我 后来我就整个人抓狂 然后我整个情绪都上来 快受不了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那电线感 真的想冲去 我那时候就感觉撞了 算了 廖国志的女儿虽然癫痫病得医治 但仍造成不小的后遗症 情绪常会不稳定 但是福奇尔人在教会的帮助 大家的关怀与祷告下 也让历经千辛万苦守护的家园 仍然能享受着 得来不易的幸福 他应该是喜乐多了 眉头没有那么的忧愁 然后他也会借着 把他的困难 因为有时候 男生跟女生的理解不一样 你有时候也选 丢这个问题 丢给你的先生 先生也觉得好烦 我已经工作很多了 不要再丢给我了 那你能怎么办 当然就借着祷告啊 交托给神啊 或是跟小组长聊 或是请弟兄姐妹为你带到 我觉得他会把这一块 慢慢的释放出来了 交托出去了 这就是我看他觉得 看他比较喜乐了 不然他以前常常 还是那个忧愁感恩 国志跟彩龙的互动 真的很像朋友呢 他讲话不把他当女儿呢 有几次我们在大家一起 他说阿明叔叔 阿明叔叔 每次都这样叫我 我觉得 他是很可以聊得来的人 因为国志很 国志的口条 他聊天很健谈 他女儿就 就传奇他这个遗传啊 看他们两个父女两个人 在互动在聊天喔 真的跟朋友一样 我们父女俩就是常常就是 那个 一起吃吃喝喝 就是吃好吃的东西 就比如说 吃牛排 以前我爸妈带我去吃王品牛排 然后 因为我妈妈 因为她身体本来就比较不好 所以我希望 主宝说我的母亲能够活得久一点 每次我妈妈都会说 都会说要被我气死 可是我其实 现在都很乖啦 都 都会 就是 比较少了她生气 虽然癫痫的问题后来没有再发作了 不过还是留下一些会症喔 尤其是在情绪的部分 那其实在跟孩子互动上 或孩子生活上 应该都造成蛮大的影响嘛 后来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也还好吗 他在学校就是情绪上面 就不是非常的 稳定 对 就发现 就发生一些就是 比如说还有错会发呆啦 或者是 会就突然就是一些 就是一个动作 他在持续很久 就好像旁边有人叫他 他就会去做 那整个功课就是一落千丈 这样子 那他会不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很爱讲话 很爱讲话 对 一直拼命拼命 不断地讲话 那他声音也很大声 然后就会想东想西 那情绪就会整个大失控 然后整个思想都很负面 这样 每次不同他情绪来的时候 做爸爸能够怎么样管教吗 或回应他吗 或是想办法去控制他的情绪吗 因为他是情绪控制障碍 因为解割液受损就是 我们讲的刹车功能 没有刹车功能 有一次他那时候读大学 那我就每天要接送他 然后时间快到了 我就赶快叫他 叫他 然后说他知道 他就很 因为我们会急 所以我们声音就会变大声 相对他在楼上 他也很大声 他也不高兴了 然后后来他就下楼来 然后我就上了摩托车 我再带他去 他就一路上 因为他坐到后面就一直念 都是你害我 你看我要迟到了 你整天一直吵 一直吵 我就跟你讲我要上学 你干嘛还在那边骂我 还在那边念我 后来我就整个人抓狂 然后我整个情绪都上来 快受不了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一个电线感 真的想冲去 我那时候就赶快撞了算了 嗯 可是 可是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他说 孩子 我爱 我爱你不够吗 嗯 然后 你真的爱你的女儿吗 然后那时候 他说你爱你的女儿 这件事值得让你生气吗 就值得你要去死吗 突然那个声音就突然 点醒了我就好像当同八二把我敲下来这样 然后突然就清醒了说 我现在在干什么 嗯 然后已经快到那个电线感了 嗯 我就赶快把车子停下来 然后就把车子停下来 我就自己再走下来 然后我女儿她搞不清我干嘛 对 她就在旁边她说爸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不要 你不要吵我 我要冷静 然后我就在旁边站在想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都流泪 我说 我那时候也在当下说 我到底是爱我的女儿多 还是生气的女儿多 嗯 嗯 然后我就知道说 耶稣给我爱不够多吗 然后他给我的爱不够 让我去爱我的女儿吗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 感谢主 那时候假如没有 那个神的声音在旁边救我的话 坦白讲 就真的撞上去 我那时候还开玩笑 隔天新闻 里长带 里长出撞 致撞电线感 带女儿出撞电线感 对 就是这样 嗯 所以说真的 他给我们真的是生命的那种情绪的熬练 真的 对 但在神问了你那句话之后 有开始也调整 或是更有能力去面对女儿这种情绪的风暴吗 既然她是我的女儿 我们要爱她 我们就真的把爱彰显在她的身上 是 然后开始转变我们的思维 是 因为我们很多生气是因为我们既有的想法 那个框架框住我们 是的 后来我发觉当我们放软的时候 可以用理性沟通了 然后她还能够理性接受 事实上 对我来讲 我很感谢神 这两年来她转变很多 太棒了 以前我都每天 骑摩车送她去 不管去学校 或者后来去复健到社区里面 我都要每天 她是变成我每天的工作 我都在想 我年纪慢慢大 我到底能够载她多久 对 可是后来 在大前年 我女儿就 有一天她都在想要骑脚踏车 我说 那爸爸陪你骑脚踏车 我们骑脚踏车去上班好不好 她就 她自己可以骑 然后就自己骑着去医院里面 社区复健 感谢主她就 后来我就不用接送她 她自己骑脚踏车去 骑脚踏车 后来有人送我们一台电动脚踏车 然后我说 电动脚踏车 我就给她骑去看看 我们看说 你会骑脚踩的 让我电动的给你骑去看 比较轻松又不用那么辛苦 后来她居然也可以自己骑去了 然后 当然中间有发生过几段差距 有点小车祸 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 我跟崔明两个就讨论过 我们要坚持下来 要让她能够成长 让她有能力 后来她现在 感谢主了 她现在可以每天自己 骑着车去上班 骑着车下班 所以对我们来讲 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神迹在我们家里面 对 崔明你自己呢 你自己后来有没有 特别需要调整自己 某些部分 或是上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帮助你能够应对女儿 常常出来的情绪状况 后来教会有这种 亲亲宝贝的成长的一个课程 我跟国志我们就去参加 他在那个当中 其实他就教导说 让我们去了解说 我们原生家庭 父母亲的教养方式是怎么样 那我就想到说 原来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父母亲 都是打骂的教育 以至于说我们会延续到 我们现在的一个家庭的里面 后来我跟国志 我们就去调整 我们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对待孩子 我们都是用爱 跟尊重的一个教育方式 对 所以在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的亲子关系 我们就改善了 也恢复了 债务也现在都差不多了吗 债务也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 我常跟他讲 我们现在叫不缺 不缺 不缺就是父 那我们能够给得出去 就是人家的生命贵人 尤其在我人生当中 真的从能够让我化名去上班 然后到后面 在不管你是在选里长 真的上帝都采派很多的 生命中的贵人 那时候我现在也是自我期许 你举别就是常常要帮助人的 一个角色 对 我觉得尤其家里有一个情绪 特别难应对的孩子 那对家长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刚刚那句话 我觉得好被激励 就神说我给你的爱不够 最后有没有一些 要给我们官方朋友 分享跟鼓励的话 太太先好了 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的一个经文 就是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示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生命故事的 一个分享 能够感动到你们 因为真知道你们其实并不孤单 因为我们还在这样子的一个 景况当中经历着 很希望愿神的爱 神的话神的灵 能够来亲自安慰你们的心 能够四下从神安来的眼光 信心勇敢力量 还有盼望 以及那生成的一个平安 能够分享 能够充满在你我的一个生命当中 事实上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是说 很多人你都在神迹当中 对我来讲 假如早几年我讲 能够解决灾 不负债 对我们家就是神迹了 甚至我讲 只要你的孩子是健康 对我家就是神迹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神迹当中 你知道吗 不负债 那家里孩子都还OK 就是神迹 对我来讲就是神迹了 所以我想从感恩 来做人生的 每一天自我的 这样一个感恩开始的话 你会觉得人生是很美妙的 所以常常说 知足就常乐 我更希望大家是能够成为 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我想相信 只要懂得感恩 那都会生活在幸福当中 对我们来说就数算N点 其实生命当中真的困难大大小小 可是你实际上走过这一路过程之后 去数算就觉得说 其实每个地方也都是N点 是的 真的是很辛苦很过不去的时候 你那句话 我就会常常拿出来提醒自己 神给我的爱够多 我应该要有 因为神的爱支撑我 也能够去爱别人 也能够支撑像这样子 比较困难的处境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唐明牧师 廖国志弟兄 你丢背吧 一定是热心工艺 乐善好时 很热心的 但是他的热情 在他工作上没有发挥果效 突然的激欠了千万 我们说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但是如果是噩梦是假的 醒过来就算了 可是真实面对 极限债务怎么办 这还不打紧 他女儿有严重的癫痫 怎么解决啊 各位 你有没有碰到 像国志弟兄跟翠明姐妹 这样子无法面对解决的问题 各位我们需要神你知道吗 当你怀疑 当你到谷底的时候 神的手要介入了 那一天他看到一道光 在医院病房里面 看到一道光 撒向他的孩子 他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呢 他的牧师来 帮他女儿抹油祷告 他亲眼看见 九年在他女儿身上那个病 得到医治 不可思议各位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各位好戏在后头 还没有结束 我们都以为这次过了 后面一帆风顺 没有啊 上帝要禁声你啊 他不会把你在现阶段这个问题 带到下个阶段 更高深的一个层次 不会啊 他要禁声你 你们知道最后结果 病好了 再我也还清了 那一天国志弟兄要 要载着他女儿去撞电线杆 为什么 他说他女儿一直跟他抱怨 他这么爱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是觉得不够 当他要去撞电线杆那一刹那 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觉得我不够爱你吗 你能不能多爱一下你女儿 各位这是对你我说的 你觉得神不够爱我吗 我告诉你 今天神透过我告诉你 他非常爱你 像对国志弟兄一样 如果你听得到 一切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 耶稣真的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工作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感受那个爱 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我们其实需要就是爱 外面的情况不能解决 可是里面的情况 需要你的爱 来大大来充满我们 帮助他们一家人 更要帮助今天在我们现场 还有在观看这一集的好朋友们 主啊我们需要被你爱 我们需要你解决我们的问题 爱可以得胜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家们爱可以得胜 你要带着勇敢的心 来面对你的问题 靠着耶稣 你凡事都能行 你凡事都能行 你感觉不得胜 你感谢更能的 你感谢我们的心 可不得胜 你感谢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